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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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的天主上主 第二条是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别的诫命 比这两条更大的了 那今世对耶稣说 不错 老师说得很对 天主是唯一的 除了他以外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 我们该以全心 全意 全力爱他 并且要爱人如己 这要比一切全番之计 和牺牲好得多 耶稿见他 耶稣见他回答的名字 便对他说 你离天主的国不远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再质问耶稣了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来质 让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个 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 有位热心的教友 要来参加今天 十一年的必杀 按照他一般正常 要出门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重要的电话 不能不马上处理 讲完了电话 我又发现 剩下时间开车来 如果要望全弥撒的话 时间很紧张 因为他是热心教育 非常住在乎 是不是有望到全弥撒 所以开起车来 能飙就飙 能不让就不让 感谢天主 总算及时赶到 天主还是有回馈的 一到了教堂 因为来晚了 比较晚了 没停车位 这一想 哇塞 再去找停车位 那我前面浪费的时间拼命干嘛 反正大家都忘彼撒吗 其实还有一个理由 附近肯定有停车位 有付钱的 是太不值得了 一家伙就停在 不该停在这个位置 中间挡到 因为很紧凑嘛 也没留说 谁要移车通知我 所以不是常常看到 平常中间会有人拿 车牌在那边走来走去 所以我的故事不是虚构的 好的 冲进了身堂 也没有留下电话 好 忘完了弥撒 刚好又碰到熟人 就撩开了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 一大堆望完弥撒 要开车走人 在那边怒目 看着他 说你小子搞什么嘛 你这算什么嘛 因为你一个人 把大家都给 包括现在都给耽误了 好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 简单的事 好 从这位热心教友的行为 你大概不能说 他不在乎天主 他不在乎主任弥撒 但是 他在乎别人吗 他考虑过别人吗 我们教友中 按照这样子生活的教友 大概 太多太多 或者这种例子 是不深美举的 好 这就是今天弥撒 耶稣要告诉我们的 重要的主题所在 爱天主和爱人 是我们信仰中最大的诫命 他们虽然有所谓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差别 但是他们实际上 是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的 福音是一位经师前来问耶稣说 哪一条诫命 是第一条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条是 以色列啊 听着 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 你当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 爱你的天主上主 第二条是 要爱人如期 但没有别的诫命 比这两条更大了 对于耶稣的回答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因为那位经师 明明白白地问他 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的 没说哪个是最大 耶稣却回答了两条 而且强调 最大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 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读经医 读经医出自生命记 每一次根据他自己活生生 和那位主动拣选他的天主 来往的经验 信誓以色列 选民 必须遵守天主 借着他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法律和规则 而这一切诫命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天主上主 是唯一的天主 你当全心全灵 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 所有的以色列人 一直到今天 都严格遵守这条诫命 而且早晚都得送毒 并且牢记这段经文 能够做到这样 应该是很好了 很不错了 但是事实上 定非如此 因为光强调这条诫命 只肯定了和加强了 天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却未必能够 帮助 人开放自己 学会用天主的眼光 来看 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中的天地万古 这就是为什么 犹太人一直到今天 都不愿意承认和接受 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 和墨西亚的原因 因为他们坚信 他们是天主特选的子民 他们所相信的天主 是应该是跟他们一国的 外邦人得罪了他们 就应该用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方式来处理 这就是为什么 以色列和爱拉伯人 是没办法和平共存 法律和贱命 的真正基础是爱 但是 一般来说 我们都很愿意接受爱 但是 我们却很难或者不见得 愿意还爱 我们的爱 往往是有选择性的 和有条件的 在这条诫命中 要求我们人要全心 全灵 全力 爱上我们的天主 为什么需要强调 要那么多权呢 这表示 真正的爱 必须是完整的 完全的 没有条件的 和没有保留的 除了天主一位之外 大概没有人能够光靠自己的努力 就遭到 这样子的爱 所以 除非我们在生活中 经验到 天主这样子 对我们的爱 并且被被他这种爱 所净润 我们大概很难完全开放自己 在这里 就跟读经二的除气有关了 读经二告诉我们 天主为什么要派遣 他的唯一圣子 耶稣基督 到世界上来 为了我们得救 而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 天主就是要 耶稣借着 预约奥基的方式 来完成天主的救恩计划 并且 成为 我们天人之间 永远完美的大司机 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 可以完全看到 惊艳到 天主对我们所怀有的爱 以撒亚先知书 预言写得好 也在耶稣身上应验了 因他受了惩罚 我们便得了安全 因他受了创伤 我们便得到了痊愈 因他的死亡和复活 我们便得到了救恩和永生 耶稣现在 能坐在天主的右边 做我们的中宝 不断为我们献祭 转导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爱 我想任何一个 有血有肉 有良心的人 不可能 对天主的这种爱 无动于衷 而不思索 应该如何将心比心 以爱还爱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不辜负 天主对我们的这种大爱呢 耶稣在今天福音中 所指出的第二条诫命 要爱人如己 就是最正确 将心比心 以爱还爱的方法 别忘了 弟兄姐妹的 就不能爱自己 所看不见的天主 我们从他 蒙受了这个命令 那爱天主的 也爱自己的兄弟姐妹 身为一位教友 我们必须非常虚心的承认 虽然我们是新约的选民 大概在很多方面 跟以色列就会选民 半斤八两 因为都是人 犹太人的心态 当然也根支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像我刚刚给你举的例子 我们主日虽然 敬堂是遵守天主的诫命 和爱天主的表现 但是我们爱天主是一回事 爱人可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因为谁都知道 爱天主被爱人容易多了 为什么我敢这样说 一来天主看不见 也摸不到 二来 就算我们不爱他 在一般的情况下 天主既不会跟我们吵 也不会跟我们闹 也不会给你好看 爱人 那可难了 可麻烦了 爱的 太少 有一件 爱的太多 更有一件 你是不是 存心不良 想A5啊 完全不爱 你死定了 天主非常认识和了解 他所创造的人 他所创造的人 存在着真相 所以他借着耶稣 在今天的福音中 告诉我们 爱天主和爱人 是密不可分的 耶稣不但把这个第一条诫命 放在首位 他更把旧约 要爱尽人的机密也加入 并且扩大成为爱人如己 而且同样的 也把他 放在首位 耶稣这样子的回答 不但符合旧约世界的内涵 他也完全了所有的法律 福音中 金师对耶稣的回答 所做的肯定 其中有一句话 也值得我们注意 这要比一切全番继合 牺牲好得多 这个回答很清楚告诉我们 爱是动词 而不是名词 他不是为了遵守法律 照本宣科 或行以如意就够了 他必须是成于中 而行以外的真实行动 这也就是耶稣 在福音 另外一个 玛窦福音 所说的 用欧撒亚先知书的话 我喜爱仁爱 胜过季限 喜欢认识天主 胜过全番继 再说白一点 美主日不缺弥撒 但是在生活中 完全没有什么爱人的行动 来不来 他拜天主 为天主 一点都没有什么差别 是为我们 差别可大了 因为你只能认明 你是双面人 你只想从天堂里面 得到好处 一点牺牲 奉献都不要 身为教友 我们聆听了 今天的三篇 读经之后 是否真正的心悦诚服 也心安理得呢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 这是按照耶稣所指示 这两条 不可分 最大的诫命 生活吗 还是 只要做到主日 敬堂就够了 出了堂 主日之外的星期一 和星期六 我们怎么生活 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爱人 那就想都不要想了 还是多爱自己 比较重要 让我们感谢天主 借着今天的读经 再次提醒我们 什么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让我们在今天的感恩基督 向他祈求 天主的这种爱 是恩仇 不是靠我们自己 可以做到的 我们都知道 十字架 是我们信仰的标题 为我来说 十字架的纵轴 就代表着天人关系 十字架的横轴 就代表着人际关系 我们只有在爱天主 和爱人 这个密不可分的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 找到我们生命 和生活的正确坐标 正确方向 和正确的定位 你知道你是谁 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不需要别人再提醒告诉你 或者指责你 如果那样子的话 活得有什么价值跟尊严呢 让我们起立 让爱我们天主 表达我们对他的信赖